中台湾公众工厂评鉴 接下来重磅出击 换我们的玲珑哥 要推荐这个丰原的味噌工厂 这味噌很有名吗 这台这里因为豆米 豆米很有名的 以前的知识还亲自去种 然后亲自去培养之后收割之后 送到日本去给天房 所以说这台米很有名的 好 这一个观光工厂 目前是第三代 第一代的就是年米厂 后来第二代开始 酱瓜 酱油 蜜色 开始生产出来了 现在第三代 第三代非常有搞头 它是现在台湾 中华民国观光工厂 协会隶属地方 它食安 强调食安 还有有机在地生产之后 然后结合观光 弄得非常漂亮 我为什么特别推荐这个 因为我们都有去玩过 这是很好玩的 对 它一进去之后 先让你所谓的五感 五感 中医师看病叫望闻问却 我们多一个望闻问却 吃 望 看它的文物管 看它的生产线 闻 你闻到各种不同的 这个味噌 还有醋 还有酱的味道 望闻问 就是这个 你要听他导览 听他解说 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个是很有邪问的 却 松一支把麦对不对 你这边是DIY 两支手开始 第一声地在那里做 小时候我跟你说 如何DIY 然后最后一个吃 你进去门票 100块以后 进去他就会给你一碗热腾腾的味道 滴汤 超棒 產地直接在那邊直接吃了 然後這個所以說最後是吃 他現在吃還不只這樣 他研發到有這個味噌滷出來的蛋 還有那個麻辣的蛋 很不一樣 然後他賣場裡面還有各種 各種不同的調味讓你吃 這台這個DIY是這樣 一開始進去之後 他會給你手套 然後柑橄 塑膠袋 然後黃豆 黃豆他已經都處理好了 教你怎麼摺 那怎麼挑黃豆 然後酒精開始這邊噴 那邊噴之後 開始摺完之後 接下來要把黃豆給堆下去 然後他的節奏很窩 接下來那個音放下去 它的節奏也要跟上 那大家站起來 屁股標下去 整丟了40度 滴笛噴噴噴噴 我們那個聲音多壯漢 大家也跟著他堆 好 blown 很好玩 真的 你完了之後 接下來它就是紅棋的棋 讓你接下來你就摟 音樂就不是那個 立刻換音樂 買了 畫面的音樂會很用心 很好玩 然後完了之後 才把它包裝起來 綁一條線寫日期 三個月以後開張 我本來今天要拿來給你們看 我 tio 哪裡去了 你給我吃 已經超過三個月吃了 吃掉了 所以這就是第二個 玲瓏哥推薦到了 豐源的味噌工廠 那現在要來評鑑一下了 其他打人又覺得這個工廠如何呢 來 準備 請舉牌 來看到的右手邊 欣宜只給半顆星 玲瓏哥推薦的 左手邊的小猴也只給半顆星 那麼來婉婷的部分 味噌工廠覺得如何呢 一顆星 所以呢 也是獲得了四顆星的高分 分數也很高啦 但是呢 小猴跟欣宜不給面子 那我就先問欣宜 為什麼只給半顆星 不好意思 我也很喜歡吃味噌 但是我更愛吃甜甜 所以 因為呢 女生都愛吃甜甜 所以我要介紹這間呢 是豐源呢 第一間超過百年歷史的 製餅的工廠 另外一間觀光工廠 就是這個日式的糕餅工廠 那這間糕餅工廠 最早的第一代創辦人 是從日治時期 那時候呢 他就是在豐源的那個三角街宅 來賣他的這個糕餅 那第二代呢 他的兒子呢 繼承他家業之後呢 他開始來到東市 沿途叫賣他的糕餅 所以在現在這個的觀光工廠裡頭 你可以看到 他有放一個很復古的腳踏車 然後上面呢 有一個就是放糕餅的那個櫃子 就是想當年 他們就是這樣子 騎著腳踏車 然後去叫賣 讓大家來買 那就在1940年的時候呢 這個第二代的創辦人呢 他就下定決心 他要來到日本創業 所以其實這個品牌 他是從日本紅回來的 從日本回來的 對 1940年 那據說他那時候去的時候呢 他身上只帶了31塊錢 還有一包糖 他就去了 但是呢 非常的厲害的是呢 短短三年的時間 他就在日本爆紅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的大福麻糬 受到了日本天皇的青睞 當時日本天皇 指定要吃他的大福麻糬 為什麼 因為他的那個麻糬呢 外皮堅持是用那個 日本的糯米粉去做 你知道那個大福麻糬的 那個外皮很重要 要讓你吃的呢 就是很彈牙 但是不黏牙 然後在吃的過程當中 你又可以有像橡皮筋的那種 油刃有餘 短短短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他的內餡呢 很綿密 而且甜而不膩 重點是他的大福麻糬 吃下去的那一刻 有一種高級跟優雅的感覺 我這不是用心情可以衡量的 對 就是非常的好吃 那除了他的大福麻糬之外呢 還有一件事情呢 也是他很厲害的 他是小月餅的創始人 怎麼說呢 因為你知道現在我們吃的月餅 是不是就一顆一顆一顆 但其實在早年的時候 月餅是像那個以前傳統大餅 是很大一個的 但是老師就是分切也不方便 然後可能又吃不完 又留了很多 對 不好保存 所以他就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才可以讓大家 更好的去食用這個月餅 於是他就發明了這個小月餅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樣 一顆一顆小小是他發明的 所以是這裡發明的 對 然後他當時用的是白鳳豆 然後還有一些日式的原料在裡頭 吃下去不僅是小巧精緻 就是很好入口而且入口即化 所以也就是這樣子 讓他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睞 在日本爆紅之後 他當然就回到了台灣 在現在台灣也有很多的店 那他現在的這一間在楓源的店 是國道四號楓源端的 免費的鳳茶處 免費鳳茶 就可以買一點點他的這個小點心 然後配著這個免費的茶 就是有一種很暖心的感覺 免費給半顆星不是為了不喜歡吃味噌 而是想要繼續當公主 想吃更多 對 而且他又告訴我們另外一家 就是很有歷史故事 產業的歷史故事 那可是對於艾瑞克這種大食怪來說 這些甜點 Viso湯應該不能滿足你吧 我根本吃不飽 好不好 我那麼會吃 如果要飽餐一頓的話 有一個地方你一定要去 大家一定都去過的 就是廟東夜市 這很有名 我跟你講我想到楓源就想到了廟東夜市 然後想到廟東夜市 你們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什麼 排骨酥麵 吃了就對了 你知道這排骨酥麵 它是用一翰一翰蒸的去蒸 然後你知道那個排骨酥 連那個皮都覺得很好吃 你知道嗎 它蒸出來的那個排骨酥 放到那個湯麵裡面 然後吸附了那個湯汁之後 你知道它那個酥皮 已經滿滿的香氣 然後又香又甜 然後它的肉我覺得很厲害 是因為它的肉真的是 很軟 很綿 入口即化的感覺 然後那個肉真的是放下去 就整個化開 肉的香汁 香味全部在嘴巴裡散開 然後它很厲害是它有很多軟骨 你會吃到不同的口感 從這個皮 然後到肉 然後到軟骨 你都有很多層次 然後湯頭也很棒 這是你一定要吃的 我現在口水 整個嘴巴都是 排名第一的就對了 真的很好吃 那再來就是另外推薦一個 就是大家比較少聽到的蒜肉飯 應該是只有在這裡才吃得到 其實它是有點像是滷肉飯跟焢肉飯的中間 因為它是一碗飯上面放著小小的肉塊 不像焢肉那麼大 它是蒜肉飯 然後它的那個蒜跟豬肉是一起下去滷過的 所以滷起來之後 再把它淋上那個醬汁在那個飯上面 然後再搭配很大量的這個 有點辣辣的這個竹筍片 光這一碗飯就讓你整個胃口大開 然後這家店就在巷口 然後跟大家講你就是吃了前面這幾個鹹的 然後吃了麵或吃了飯以後 你一定要再留一個胃 一點小空間給這個 這個很厲害的菱角酥 這個菱角酥也算是這個廟東夜市的康霸子來的 你知道它那個菱角真的是現場直接撥 直接哇然後直接炸 現炸鍋 麵皮就直接下去炸 每天都在排隊 它很便宜 它7顆30塊 那如果是25顆的話100塊 對所以你可以買100塊一包 然後一邊走邊吃 那它這個麵角酥我覺得厲害的是 當然你可以吃到它很新鮮的麵角以外 因為它真的是 它那個人就是三個 一個撥一個炸一個包 就是很快 然後它真的是吃得到一整顆 很紮實麵角新鮮的味道 然後它的麵皮我覺得很酷 它是像樂狗的那種外皮 所以很QQ彈彈 再配上裡面的新鮮的麵角 然後那層次的口感也非常的棒 所以你看走一趟廟東夜市 真的是非常的滿足 到了廟東夜市 這美食 真的是吃不完 只是晚上往去夜市吃美食 那早上剛剛跟著玲瓏哥 跟著新鮮的腳步去逛工廠 下午部分要幹嘛 那我就問一下這小猴 那我下午可以怎麼安排 下午當然是繼續吃 繼續吃下去 對 但是下午是動吃動吃 就是要運動 動吃動吃 就是要吃也要運動 我帶大家去就是豐原 很有名的後豐鐵馬道 那為什麼叫後豐呢 就是後里道豐原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其實它是串聯東風自行車綠廊 假設像我這種永角級 我就可以後豐鐵馬道5公里 然後再串聯到東風自行車綠廊 總共19公里 有滿長的耶 那來回的話就40公里 不能滿長的 終極路線 但是如果你是帶著小朋友或老人家 要租住電動車這樣騎 輕鬆一點的 大概騎後豐鐵馬道 就是後里道豐原 這5公里這一段就好了 就夠了 你可以先在那個後里火車站租好 然後一路騎到後里馬場 然後騎到夫妻樹 然後騎到9號的隧道 然後這9號隧道很特別 就是因為它是舊三線鐵道 它全長就是1.2公里 那也是整個5公里的路段裡面 唯一不會曬到太陽的地方 因為有隧道對不對 對 那就是那種懷舊的感覺 然後出了隧道之後 會騎到一個花梁鋼橋 然後那個花梁鋼橋 就是跨越了大甲溪 所以你有一種在空中騎自行車的感覺 空中車道 因為你想想看以前是 噗噗那個火車在走的路 可是頓時之間 你好像就是那種時空交錯 你就騎了卡達車 然後往下望就是大甲溪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種經過河流 切割大大小小的石塊 非常的壯觀 而且這時候應該還有一些微風 感覺又很舒服 然後騎一騎就有點餓了 又餓了 又很 又吃飯吃 動完了要吃了 對 然後你會經過一個 就是非常明顯的地標 就是白色的三角玻璃屋 那在那個三角玻璃屋裡面有冷氣 它有室內跟室外的座位不多 可是我告訴大家 你只要50塊就可以生存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那個 以前我們小時候 不是會吃那個蚵仔冰嗎 那種一小塊可能一兩口就吃掉了 對 它就兩塊蚵仔冰或百香果口味的 比如各種口味只要25塊錢 這麼便宜啊 對 那冰棒 冰棒的話一支也只要25塊錢 所以你看我吃了蚵仔冰 那種小顆小顆 再加上一支冰棒只要50塊 哎唷 就清涼又消暑了就對了 對 可是我告訴大家 因為我是那種覺得這樣怎麼會滿足我呢 所以我繼續騎騎騎騎騎 然後騎騎騎騎到一個 我覺得大家拍照會拍到瘋掉的 舊的甘馬店 懷舊甘馬店 懷舊甘馬店 你可以cosplay 好像是你回到那種以前 我們國小時代的那種商店 或是上課的情景 對 然後你拍拍拍拍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 好像可以吃點東西了 那我滿推薦 它也算是同班美食啦 就如果你只要吃黑糖 紅豆剉冰的話 這裡可以吃剉冰 對 50塊 那如果你要加仙草 就是再加10塊變60 那我還吃了一碗泡麵 你在這裡還吃泡麵啊 因為它的泡麵加蛋啊 泡麵加蛋啊 你在短短的5公里 又可以拍網美照 又可以吃到冰 又可以吃到泡麵加蛋 還有喔 短短的5公里慢慢騎 然後再搭配吃的部分呢 花兩個小時時間也剛剛好了 所以呢 剛剛的楓原一日遊 提供給大家 這個是玲瓏哥所推薦的 楓原的衛生觀光工廠 那接下來換誰推薦呢 來 電視牆來看到呢 接下來我們就換成 好心儀來推薦好了 要帶往去彰化的攝頭 這裡放了一雙襪子喔 要去什麼工廠呢 我們要去逛的就是 襪子博物館啊 這個襪子有什麼看頭嗎 到底呢 這襪子跟誰有一腿 休息一下